说到这个两岸关系的错综复杂跟矛盾 昨天在立法院里头也上演了一幕 因为教育部部长吴清姬称主席是领导 引发了管碧玲跟洪秀柱的两人大战 主席我们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台教育部长吴清姬上台 对不起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部长 我们请吴清姬上台 对不起这个我们没有这样没有直称 我们不晓得应该去谁 我们请吴清姬先生上台 这个是管碧玲跟洪秀柱在立法院交手的 不知道第几回合了 陈大老 是这样吴清姬部长为什么会称领导 这个我们也百事不得其解 因为领导称呼一个人 在台湾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习惯 那除非他在家里看很多东西 无形中潜移默化 他可能在家里称他太太叫领导 你很有幽默感 我再胜利做金钟奖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更难理解的 就是管碧玲 他的一向的作风是这样 当你觉得对方没有道理 而你已经占上风 我觉得这个 我们的习惯就是穷扣莫追 我年纪越来越大 我越晓得穷扣莫追的道理在哪里 你穷扣莫追的话 你道理就在你这边的 但是你一追 对方本来没道理的 也显得并没有那么没道理 所以管闭里面继续这个教训 所以管闭里面继续这个教训 我看这边是这么快的